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聞近日談 我是林秀琴 首先新聞話題讓您關注的是 中國在疫情和中美矛盾升級的背景之下 所展開的外交訪問行程 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 先後出訪了新加坡和韓國 那麼韓方消息指 雙方有意促成習近平的訪韓 就在楊潔篪完成對近寧的訪問之後 中文外交部跟著宣布 王毅外長將會從8月25號開始 將會出訪意大利 河南 挪威 法國 以及德國 歐洲五國 中方希望藉由這一次的出訪行程 對外釋放出要共同維護 多邊主義的一致聲音 所以接下來怎麼樣看 中國所展開的外交佈局 對外又釋放出怎樣的信號 好 像話題今天景片場 我要請教的是何賴道先生 帶來的觀察和分析 何謙 你好 你好 何謙 首先怎麼看 楊潔篪出訪韓國的目的何在 對 楊潔篪這次在韓國的這個 這次訪問的這個很有意思 因為他沒有到首都 因為韓國的首都首爾 目前這個疫情還是比較嚴重的 但是中韓雙方肯定是商定了 這樣一次訪問 而不是我們說現在通常都是用這個 視像通話的這個方式 還是要由面對面的這個商談 才有利於兩個國家這個高層的 這樣的一種接觸 所以楊潔篪呢 他是在這個釜山 就在首爾附近 跟韓國的這個安保室的這個主任 這個徐勳 徐勳實際上就是 韓國的國家安全顧問 徐勳呢 這個當年在促進這個川普 和這個金盛恩的會談當中呢 是發揮了很重要的一個作用 好 我們說這次楊潔篪和這個徐勳 這兩位高官之間的這個會談呢 長達四個小時 我們說那麼這個四個小時裡面 顯然涉及到很多內容了 那麼然後我覺得最重要的這個信息就是 中韓雙方商定 等韓國的這個疫情 控制下來以後呢 就要儘快的這個促成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這個韓國之行 因為習近平的韓國之行 就是早就商定了 但是今年由於這個疫情的這個爆發呢 那麼就推遲了 那麼現在雙方都已經確定了 那麼只要疫情 我想雙方當然會再商量 我估計應該在今年之內 就有可能只要韓國方面認為 這個疫情已經可控了 中國方面也同意 那麼習近平主席呢 就會去訪問這個韓國 那麼這裡面帶出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對照 那就是其實習近平主席 原來今年在有一個很重要的訪問 那就是對日本的國事訪問 那麼也是對日本的這個天皇 天皇的這個邀請的一次訪問 但是也是由於疫情的影響呢 這個訪問就推遲了 但是問題在於 現在看來好像已經不是推遲的問題了 因為最近東京呢 不斷地傳來了 這個對中國不友好的這個聲音 比方日本的自民黨啊 就執政黨的一些這個議員 他們甚至說 由於香港實施了國安法 所以日本應該取消 習近平主席的這個訪問 那麼這是一種非常不禮貌的這個行為 雖然日本官方並沒有證實 因為如果要取消訪問的話 那就說明這個中日關係 已經出現了很嚴重的問題 那麼本來香港問題 它並不是中日關係當中的一個問題啊 它不像這個比方釣魚島啊 或者是台灣問題啊等等 那麼從這裡面看到 包括這個最近日本官方 在一系列問題上是追隨美國 來這個對付中國的 所以現在雖然日本方面沒有宣布說 取消或者推遲 習主席對日本的這個訪問 但是看來這個訪問呢 真的是很不確定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看到這個楊潔篪的這個韓國之行呢 就是敲定了這個習主席 這個會在適當的時候就會訪問韓國 那麼也就可以看得出來 在當前這個國際形勢 這個變化的很迅速啊 特別是在美國 這個全面對中國施壓的這個情況下 那麼中國從外交方面 就展現了這樣的一個特點 就是有所為有所不為 所謂有所不為呢 我的理解就是 中國不會隨著美國的步子而跳舞 但是呢對於維護自己的這個利益 那麼特別是這個目前來說 首先在這個周邊這個地區的話 要鞏固中國和周邊這些國家的這個友好關係 那比方說中國和韓國的這個關係 因為這裡面就不僅是中國和韓國的關係 中國和整個朝鮮半島 整個東北亞的這個局勢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的話 楊潔篪這次這個韓國之行呢 確實是很重要很有意義的 和現在另外我們也注意到呢 王毅外長在不久之前 也到了西藏和東盟國家去訪問 你怎麼看中方的這樣一種外交佈局 確實是 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這個前不久呢有一次這個西藏之情 這次西藏之情呢 在國際上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 但是印度媒體倒是相當的關注啊 因為這個西藏作為中國這個西南部的一個大省吧 我們說這個北京的這個領導人 到這個西藏去並不並不稀奇 但是外長一般的很少這樣專門到西藏去 那麼隨時這個王毅外長的這個西藏之情呢 人們包括印度的媒體普遍都認為 這個應該是跟這個近期這個中印關係是有關的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從五月份這個中印軍隊 在這個雙方邊界的這個有爭議的這個地方 這個發生這個衝突啊 武昭的這個衝突肉搏之後呢 這個雙方如果在軍隊是軍長這一級 已經持續舉行的這個多次的這個會談 目前這個形勢呢可以說大致的是安定下來了 因為這個中印邊界呢長達兩千多公里 那麼其中這個西藏佔了一部分 這個新疆又佔了一部分 那麼這個西藏和這個新疆 它這個總的來說就是中國和印度的這個邊界線上呢 它其實有多個有爭議的這個地區 那麼所以呢這個王毅外長啊 這個作為中央政府的一個部長 作為一個國務委員啊 一個副國籍的一個領導人 他到西藏區我想他確實是 含有從西藏這一邊來這個穩定 這個中印邊界的這個衝突 那麼同時也是向這個西藏這個地方政府呢 向他們這個對於這個如何維護好 這個中印關係的這個大局 防止發生衝突呢 那麼應該都是有所部署 有所這個交代的 那麼另一方面呢 我也注意到這個中國的官方媒體啊 我們看這個央視啊 這個最近多次播出了這個中國人民解放軍在 一個是在這個新疆 一個是在西藏 都是在高原地區 這個多次這種實彈的這個演練 那麼其中展示的這些新型的高原作戰的這個武器呢 都顯示出了這個世界先進的這個水平 那麼這是一種非常明顯的一種 也是對印度軍隊的一種警告 因為印度軍隊一直是在向這個中國挑釁 而且印度軍隊呢 另外也總是有了一種這個趾高氣揚的 這樣一種口吻 好像王老師在這個教訓這個 中國的一個軍隊 所以中國軍方呢 一方面我們看到有外交方面的這個活動 像王毅外長到這個西藏去 那麼另一方面就看到這個 中國軍方的這個多次的這個演習呢 他實際上對於印度軍隊呢 也是一種震懾 那就是警告他們 不要在這個中印邊界挑起事端 另外我們注意到呢 王毅外長呢 在結束對西藏和東盟國家訪問之後呢 從今天開始也是8月25號 他即將出訪的是歐洲五國 為什麼選擇歐洲這五個國家 那麼這一次中方出訪的目的何在呢 是的 如果說這個西方媒體 對於王毅 對楊潔篪到韓國 或者是王毅到西藏 包括這個最近到這個東盟國家的訪問 他們還沒有那麼注意的話 但是這個預告王毅 即將到這個歐洲五國展開訪問的話 就引起了他們很大的這個興趣了 因為這裡面正好反映出的就是 當前這個國際舞台 這個或者是這個地緣政治的 這種這個新的變化 我們看到這個王毅訪問的這個五個國家 都是跟中國的關係比較友好的國家 那麼同時很重要的一點 我想就是當前我們看到 這個由於美國 現在在全力的這個在打壓中國 在對中國施加壓力 那麼同時呢 美國又在拉西方國家 那麼用這個蓬佩奧的話來說 他就是想組織一個國際的 這樣一種這個對付中國的 這樣的一個陣營 或者也有西方媒體稱為 是一種反華的這個十字軍 那麼這個所謂反華的十字軍呢 其實主要就是西方國家 首先就是五眼聯盟 五眼聯盟就是五個英語國家 這個我們看到五眼聯盟 目前在一些問題上 比方說對於香港 他們都採取了一個相同的這個對策 那麼另外像日本 據說也要求加入五眼聯盟 但是只有五眼聯盟加一個日本的話 肯定是不夠的 特別是這個七國集團裡面 你除了這個 除了緊隨這個美國的這個 英國和日本之外 你還有幾個非常重要的這個大國 你像這個法國 德國 義大利這些國家 而這些國家呢 都是這次王毅訪問 要出訪的這個國家 那麼我們有理由相信 這個王毅訪問這些國家呢 一方面是要這個強化 中國和這些國家這個 友好的合作的關係 包括在這個疫情 這樣一種特殊的 這樣的一種國際形勢當中 中國和這些國家 這個雙邊的這個關係 那麼另一方面呢 中國政府 這個王毅肯定也會 向他們傳達這個中國政府 在一些重要的問題上 這個立場 包括這個中美關係 包括當前的這個國際形勢 那麼也包括希望 我相信他會 這個王毅會向這些西方國家 這些歐洲國家表達 中國政府的這個關切 因為這些國家 他們有的也在不同程度上 表示了這個對香港國安法的關切等等 但是呢 他們畢竟沒有隨同美國這個協同 比方說這個華為的這個問題 比方說這個 還有一些這樣重大的一些這個 就是一些美國向中國施加壓力 那麼西方這些國家 歐洲這些國家 不要跟隨美國走 而現在我們看到的情況呢 這些歐洲國家 也確實沒有跟隨美國走 但是他們又在某些程度上 對中國有某種擔心等等 那麼所以這正是需要 由國務委員兼外長 這樣的高級的這個 負責外交的這個高級官員 去跟西方的這些領導人 逐一的見面 去跟西方這些外長們這個見面 向他們說明中國的這個立場 那麼同時也了解對方國家 當對當前這個國際形勢的 這個看法 特別是對於中美關係的這個看法 那麼從這點可以看得出來 那就是當前我們說從楊潔篪的 無論是在韓國 新加坡的這個行程 還是王毅外長 先是國內的行程 然後要到這個歐洲的行程 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現在是這個夏天 是雖然快要過去了 但是這個中國的這個外交的攻勢呢 可以說是一波接著一波的 而且可以說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很有效的打破了 美國試圖組織一個這個 反華的這個同盟的這樣一種努力 因為這樣一個所謂反華同盟 只可能由這個西方國家組成 而西方國家 剛才我說了 目前看來的話 也就是五六個國家 所以從 當然中國這樣的努力還要持續 因為美國在大水之前 有太多的這個變數 太多的這個不明確的這個因素 所以中國的外交工作 特別是中國的 無論是這個北京的外交部的 主要的官員 還是住主要的這個大國 特別是住美國和英國這個大什麼呢 今年肯定都是非常繁忙的 沒錯 好 我們非常謝謝何先生的分析 所以在特朗普不斷在出招時的 中美矛盾升級之際 中方藉由出訪尋求亞洲和歐洲國家支持 也想要發出同心一致的信號 我們先休息一下 回來繼續帶您關注的是 俄羅斯和白俄羅斯 兩個主要反對派人物 又分別和西方國家有怎麼樣的關係呢 稍後見 歡迎回來 有消息指呢 俄羅斯主要反對派領袖 大瓦爾尼懷疑是被人下毒 目前他正在德國接受治療 原方說他的病情嚴重 但暫時沒有生命危險 另一方面我們注意到 美國副國務卿比根出訪了立陶宛 他和流亡在海外的 白俄羅斯反對派領袖 金哈諾夫斯卡亞會面 他在會見完他之後呢 就呼籲所有的白俄政府 應該釋放所有的政治犯 所以怎麼樣來進一步了解呢 俄羅斯和白俄羅斯 這兩位主要的反對派領袖 又分別和西方國家有怎麼樣的關係呢 上話題我要繼續請教 和亮先生 首先你怎麼看 俄羅斯這一位主要的反對派領袖 叫做納瓦爾尼 目前他正在德國接受治療 院方也證實他的確是被下毒 但是他是如何中毒 又是誰所為引發大家的想像和關注 你怎麼看他和西方國家的關係 確實 納瓦爾尼過去我們也知道他 但是他是上週末在西伯利亞的一個機場 喝了一杯茶之後 突然身體嚴重的不逝 那麼西方媒體當時就有報導說 他是被下毒了 那麼之後納瓦爾尼迅速地 這幾天就和吉哈諾夫斯卡亞 一起成為西方 主要是歐洲媒體的寵兒 西方的無論是平衛媒體 還是電子媒體上 都有很多關於他們的報導 納瓦爾尼是目前俄羅斯政壇上 反對派的主要領袖 俄羅斯這個國家也是挺有意思的 因為自從鐵腕人物普京執政 20年以來 普京在對付分離主義 恐怖主義活動方面 是鐵腕的 那麼同時俄羅斯的反對派日子 也確實是一直不好過 另外近年來 可以說這十幾年來吧 在西方包括在俄羅斯 都發生過有人被下毒的事件 比方在英國發生的前特工 利特維尼科被下毒 那麼另外像前年發生的 也是俄羅斯軍事情報部門的 一個上校 他是投奔西方了 結果他們父女 他和他的女兒都被下毒了 但是沒有毒死 他們現在已經到美國了 那麼然後這次又有 這位瓦納爾尼的 這樣的一個被下毒的事件 那麼其實這個之前 這個在我們說 這個瓦納爾尼之前 這位俄羅斯的反對派領袖 是原來的副總理 他退出政壇之後 參加了這個反對派 也成為反對派領袖人物 結果他是在莫斯科合辦 和這個情人一起散步的時候 被槍手 近距離開槍打死的 那麼另外還有就是 俄羅斯原來的首副 霍爾托夫斯基 他在出獄之後 提前釋放的 出獄之後 由於德國方面的斡旋 他從莫斯科 他出獄之後 直接就被送到了德國 就跟這次納爾尼的情況是一樣的 那麼我們回頭說 納爾尼這個案子 我覺得也是特別詭異 那就是是的 現在這個莫克爾 已經公開地說了 要求俄羅斯方面 你必須要公正地 客觀地要調查這個事件 那麼然後要依法 懲處這些人物 我想 恐怕默克爾自己也知道 他提這樣的要求 對於俄羅斯來說 基本上是對牛彈琴 但是這個事情 對俄羅斯在這個國際 我們說在這個西方媒體看來 已經是未判先生了 已經基本上就講了 這肯定就是你俄羅斯 或者是特務 或者是強力部門 你們卻嚇得這個毒 英國的金融時報 甚至用了這樣的一個 聳人聽聞的這個標題 不要喝克里姆林宮的毒茶 但是問題也來了 那麼根據這個奧姆斯克 就是這個西伯利亞中部的一個城市 也是這個納瓦爾尼 坐飛機的這個 要上飛機的這個城市的這個醫院說 他說他們當時給納瓦爾尼 檢查身體的時候 沒有發現他中毒的一個現象 認為他很可能是這個滴血糖 一個醫院的醫院院長 昨天在接受俄羅斯媒體訪問的時候 還沸沸不平 他說納瓦爾尼的這個夫人 到我們這裡來 對我沒有一句感謝的話 反而是這個柏林的醫院 還有感謝我的話 他說因為我們也搶救了這個納瓦爾尼 那麼俄羅斯的醫生說 納瓦爾尼沒有中毒 但是柏林的醫生說 納瓦爾尼是中毒了 但是具體中的是哪一種毒 還不清楚 他現在沒有生命危險 但是情況又很嚴重 那麼所以現在這個案子 我想很可能會是一個無頭空案了 因為一個當然俄羅斯方面 如果他們要一調查 那麼到底是誰下的毒 但是俄羅斯的醫生說沒有人下毒 他沒有被毒 那麼然後我們看到 德國在這裡起的這個作用 就是德國方面很迅速地 派了船機到這個奧姆斯克 把這個納瓦爾尼接到了這個柏林 在柏林他也受到了這個 最好的這個醫療 但是問題是 納瓦爾尼他一旦離開了俄羅斯 離開了他政治活動的這個土壤之後 他還會不會回到俄羅斯呢 他如果不回到俄羅斯 那麼他就不可能再作為一個 反對派的這個領袖 出現在俄羅斯政壇了 他只能在德國過他這個流亡的生活 就像剛才我說的 奧爾托弗斯基一樣 就是那位前首富 現在也只能在這個德國 這個過他的這個日子了 那麼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納瓦爾尼 如果說俄羅斯方面 政府方面 或者是克里姆林宮方面 是很不喜歡這位反對派領導人的話 那麼現在他無論是誰下的毒 或者還是沒有下毒 總之他現在到了德國了 那麼看來他恐怕只能在德國 過他這個流亡的這個歲月了 那麼從這個角度來說 俄羅斯的反對派 可能必須要 物色一個新的這個領導人 那麼才能夠繼續 這個納瓦爾尼的這個地位 而且根據俄羅斯的這個情況來看 因為新的這個反對派領導人的話 恐怕他這個前景的話 也有很多不確定的地方 所以這樣聽起來呢 納瓦爾尼呢 這背後的一個支持後盾 可能是德國 給他一個流亡生活的一個 後續的一個力量 對 我們再注意另外一位 也就是這個白俄的反對派領袖 這一次輸給盧卡申科的 金華諾夫斯卡亞 他最近呢 是建了到訪立陶宛的比根 所以很明顯呢 他背後是有美方支持 所以你怎麼看 他背後呢 和美國和德國之間的關係 其實金華諾夫斯卡亞 最主要的背景恐怕還不是美國了 我在前兩次節目 我已經說過了 其實白俄羅斯這個事件裡面 美國其實是非常低調的 川普從來就沒有談到白俄羅斯 他不關心 他也不關注 當然這個比根副國務卿 這個最近訪問 包括這個烏克蘭 這個立陶宛和這個白俄羅斯呢 表明俄羅斯 美國他也沒有完全這個置身事外 但是美國也沒有什麼 高調的一個動作 剛才我說了 這個近期歐洲的媒體呢 有兩個他們很喜歡的這個人物 一個就是納瓦爾尼 一個就是這位吉哈諾夫斯卡亞 特別是吉哈諾夫斯卡亞 他過去什麼不了解他 不像這個納瓦爾尼 過去在歐洲的媒體上 還經常出現 吉哈諾夫斯卡亞 因為他的老公呢 原來是要參選白俄羅斯總統的 但是因為後來被盧卡申科 逮捕了 那麼結果他呢就替夫出征 作為一個35歲的家庭婦女 一個政治素人 忽然就成為西方媒體的一個明星了 你想他35歲 他又能說很流利的一個英語 而且他流亡到立陶宛 其實他不是流亡 他是盧卡申科放他一馬 這盧卡申科自己講的 他說如果沒有我的批准的話 他怎麼可能去這個立陶宛呢 當然從這裡面也可以看得出來 盧卡申科他和反對派之間 這樣一種很微妙的這個互動 那麼我想這個吉哈諾斯卡亞呢 現在也是處於一種身不由己的地位 你想他本來就是一個家庭婦女 本來相夫教子 就是他的一個天職 那麼現在呢 由於丈夫已經被投入了監獄 而反對派的民眾呢 也需要有一個領袖 那麼結果呢 就這個我們說實事造英雄吧 那麼這樣一位政治素人 於是就成為白俄羅斯的總統候選人 那麼他的這個得票呢 大概是10%左右 但是他說這個選舉是不公平的 這個當局有嚴重的這個舞弊行為 那麼從白俄羅斯的這個情況來看的話 儘管人們的這個批評有他這個道理 包括很多白俄羅斯的青年人 可能都不喜歡這個盧卡申科 但是我們看這個白俄羅斯的中央 選舉委員會公佈的一個票當中呢 這個盧卡申科的得票率大概是80% 但是那個80%難道都不是 人民自由投票的嗎 我想相當一部分應該還是白俄羅斯 很多人民投票 但是裡面有沒有舞弊的成分 這我們不知道 而這個吉哈諾夫斯卡亞說 他說我的選票可能也不至10% 那麼但是我想他大概也還沒有到 他的票比方說能夠到40% 到40%的話呢 就嚴重地威脅了這個盧卡申科 好像也沒有到那一步 那麼總之呢 現在這個西方的這個 我們說歐洲的這個媒體吧 主要是歐洲的媒體 包括這個無論是英國 法國 德國 還有其他歐洲的小國的媒體呢 幾乎天天就是吉哈諾夫斯卡亞的這個聲音 但是吉哈諾夫斯卡亞呢 其實他還是有一定的這個政治智慧的 他說西方的這個領導人都找到他了 但是他會跟他們強調 白俄羅斯是一個獨立的主權的這個國家 希望他們不要干預白俄羅斯這個內政 但是同時他又講話 這個話又是講給西方國家聽 但是他說我沒有跟普京聯繫 因為白俄羅斯人跟這個俄羅斯人呢 他們都是屬於斯拉夫這個大家族的 可以說是同文同種的 這個情況呢 跟烏克蘭這個情況又有所不同 白俄羅斯的這個反對派的民眾 有一個特點跟烏克蘭也是不同的 他們反盧卡申科 但是他們不反俄羅斯 那麼這也就是俄羅斯現在能夠 這個利用的很重要的一個籌碼 所以一方面呢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盧卡申科呢 也在這個這幾天也在拼命的這個活動啊 包括這個他在強調這個北約可能會 這個入侵白俄羅斯 這個我倒是不相信 但是他跟普京已經通了四次電話了 儘管他們之間面核心不合 那麼但是呢 這個盧卡申科目前 他當然是需要俄羅斯的這個支持 而從俄羅斯的角度來說的話 他們現在當然是承認白俄羅斯 盧卡申科是白俄羅斯的這個 合法的這個政府 他這個當選呢 他的當選這個有效他們也是承認 但是另一方面呢 白俄羅斯這個形勢呢 還在迅速的這個變化 包括這個盧卡申科本人 他所任命的 他一個政府已經改組了 他任命了一個新的總理 是原來的外交部長 但是這位外交部長呢 被俄羅斯媒體稱為 是一個反俄的這個人士 那麼這也就很奇怪了 為什麼盧卡申科要任命一位 反俄的外長 來擔任他的這個新政府的這個總理呢 包括剛才我說的 他放這個吉哈諾斯卡亞 到這個立陶宛去 所以這裡面我們接下來就要看的 就是這個盧卡申科 這個如何跟反對黨 包括跟這個歐洲國家之間 要有一個博弈 同時也要看 俄羅斯方面肯定在很密切地關注 白俄羅斯的這個形勢 然後這個吉哈諾斯卡亞 他成立的這個所謂過渡委員會 會不會取代盧卡申科呢 那麼如果取代盧卡申科的話 那麼西方國家會是一個什麼取代 而俄羅斯方面又會是一個什麼取代 這一切呢我想過這個 最近這些日子的話 都值得我們密切地關注 好 我們非常謝謝核心先生帶來的分析 的確從這兩位 就是俄羅斯和白俄兩位的 反對派領袖身上 或多或少可以看出 和西方國家之間的連結 同時也突出 每一位反對派人物的背後 正是大國之間的博弈角力 好 我是秀琴 感謝您今天收看了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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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